就是刚才那个天花,你看,就很亮,这里你看,就不一样,对吧,这是它慢慢做出来,我们做的时候,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,遮光的方法,如果你买过我那个Granton那个视频,就会看到遮光是多么的重要的,这段视频可以, 这是它最终的照片,我现在来往这边,所以你可以看一看,这里是一个地板太黑了,把它调亮一下,就差点做PS,室外,室外,室外,太薄了,拉低一些, 前后对比,这里有一个,座位上有一个高光区,它不要,把它弄掉, 所以你看摄影师他们后期,他们也做得非常厉害,他们拍摄不同曝光的照片,有些这个地方报,有些那个地方报,他们可以互相合成, 这是最后了,我们可以知道,哪怕这么简单的一个场景,它都不是,它都不是一下子,只要一个光就出来了,它也是用了一个遮光,它用的是遮光,慢慢慢慢的把它给, 其实是遮出来的,如果不遮的话,这个场景就会非常的薄,尤其是它刚才的这个天花,它用了之后呢,光呢,就主要集中在了餐厅的餐桌上, 那用这种方法,它就做出一个光影平衡比较好的,一个效果,然后再到,后期软件里面去,再把一些细节,再重新处理一下,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,到底是先打,摄影师肯定是,如果按照摄影座的话,先做材质,然后再打灯光,对吧,灯光是最后的, 当我们做的时候,先做材质,你怎么知道这个材质将来在这个光影环境下面,是什么效果的,没法知道,你只能用默认光来做,或者说一个默认的天光来做,一般来说,我觉得,我会先做灯光,先把模型全部弄成素模,灰模,为什么不用白模,白模可能就太亮, 那个光影效果看不清楚,灰模呢,你能看到它的阴影效果,这种灰模就是,默认的,我们要看好,这里是128,如果你将来渲染出来的图,呃,那个,这个,这个,七出来的埃及月大于了128的话,那么,就说明,将来这个地方一定曝光, 测光啊,测光啊,测光,是一通道,一般是用来做遮罩,做出一种柔和的这种渐变效果,